2010年12月22日 一嫌疑人驾车在西单大街连撞9人制造事端 审查时他交代 原本作案目标是准备冲撞新华门 没想到连转9圈都没有下手 除了涉于警卫战士的审威外 关键一点是发现新华门国旗杆两侧 骤然新添了两道 硬指隔离护栏 史料不及的阻隔 逼退了一场针对中南海的疯狂预谋 而这正是陈军对工作的前瞻 和对问题的准确判言 以忠诚之谋 避免了一场重大恶性政治事件的发生 2010年初起 陈军就与党支部一般人 分析国内外恐怖事件的走势 提出反恐就在身边的观点 建议在新华门前安装 组车装置最终得中办的同意 案发两天前才安装完毕 陈军深知 确保中央领导集体的绝对安全 历来是首都公安工作的第一责任 更是警卫工作的重中之重 特别是年军五千余起的警卫勤务 练就了他对勤务工作的掌控力 和对问题的敏感性和洞察力 为确保中南海地区秩序的平稳 提供了有力的保障和支撑 为带出一支警卫禁旅 陈军带领党支部一般人 在以党剑带对剑的精神引领下 近年来荣获北京市人民满意的 政法干警等多项个人和集体荣誉